看到啪啪叫一句话 斯珀富士尔的双标面具 他明白老刘在婚姻里有多辛苦 终一真见血地说出实话了 他就特别像一个高层 带着自己一个幸运的一个人出去穿越了 这个高层站得越来越好 能够还是不太行 但是现在不行我要裁员了 我必须把它裁掉 要不我给你旁边的电话 在找个公司你就让老板 不然就明白 都是女强男肉的婚姻 为什么他们会是两种结局 当富士尔吵醒老刘给他做的爱心肩蛋时 怎么就没想到 这也是在忽视老刘的情感需求呢 吐槽丈夫不够浪漫 老刘就用心准备了横幅 又用旅途中的沙子做了沙漏 没想到却被当头破了一盆冷水 老刘做到了副手而想要的浪漫 他又开始埋怨丈夫 完全没有关注到 老刘越来越差的脸色 很多男生都这样 就是我知道你要离开我得干你怎么样 做一种挽回 猛的给你 迷失感浪漫 我都来上 其实我看了以后我更加的觉得 那其实你是会的 那为什么在一场生活中 当我们在一起相守我们的时候 就会觉得其实我不需要这些 老刘对他的好 连他们的儿子都看得出来 爸眼里只有我吗 我妈眼里只有工作 如果工作需要 他可以一直跟同一个人结婚 所以真正想离婚的究竟是谁呢 我如果收到了 我一定会吐槽的 但我其实应该是喜欢人 我觉得吐槽我过于是给你感动 对 对 如果我感动到了 就证明你这个东西对我是有用的 对 我要告诉你这个东西有没有用的 他很像小时候 我妈妈生气了 然后我去把碗洗了 然后我妈看到我碗洗了之后 她没有说 哎呀你的女儿乖 她会说 这不是会洗碗吗 你平时为什么不洗碗 哎呀等我发泼了 你才洗碗是不是 确实是因为你做错了 你会认为他靠好他一块洗得碗 但是你迎来的依然水藏龙